大家好 我是宣问喜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三个字 打到你 加个问号 先讲一下港股情况 今天港股回软 低开后曾经跌穿过28000点水平 低位见过27857点 幸好低位有些承接 慢慢收集跌幅 跌幅收集到234点 收到280087点 乘交966亿 跌得比较多 包括邮邦跌1.8% 部分内银都合回转 加回汇丰又跌 成为市场跌下去 还要动力 幸好中石油 今天就叫做少升少少 中移动以至部分 内地消费股 以至防守股 基建股 都是做好的 令到跌幅得意收集 说回整个市的形势 今天市跌234点 也叫做不幸中的小行 起码因为 早段跌过27800几点 跌幅比较厉害 幸好后就能够收集 为什么初段跌得这么厉害呢 原因就是 和大家担心了几天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是什么事呢 就是伊朗正式还击 因为上星期五 美国 击杀伊朗的军方的领袖 市场一直担心 伊朗会还击 结果终于还击 用导弹 美军两个在伊朗的基地 射了多少导弹呢 有些说十几枚 有些说几十枚 暂时 没有一个确实的数据 消息一出 大家就担心了 担心什么呢 就是 乙虫坏处上 形势可能可以发展到 比较坏都可以 因为 因为 一向都说的 中东是世界的火药库 或者火药桶 有什么事发生 可能会触发 战争爆发 以至 整个地区陷入云战 以至世界大战都有可能的 大家 一直都这么说 所以大家一听见 伊朗还手 担心了 美国又还手 美国还手 伊朗又还手 接着涉及 意识列 就更加大件事 整个局势 如果从悲观 去看 可以发展到 就极恶劣 都可以 所以早段 避险资产 就有反映 好像黄金 看到了 一度就冲到 1600元以上 1611 另外 也是避险作用 比如美国十年期国债 知识 美国十年期国债 就受到追捧 知识 回远 一度跌到1.7的水平 至于 跟中东局势 息息相关 有价 当然是随之 一度上升 见过65元 整个形势 一度很紧张 但会不会真的这么厉害呢 是否真的会 美伊大战 是否真的会打到来呢 这三个字 我初步觉得 就应该 就未必会是了 应该 局势可能 随着 伊朗还手 慢慢慢慢 就降回 1 team 虽然 整件事 伊朗打完美国之后 就 当然 就要还击了 还击了之后 是继续警告美国 叫美国 不要还手 如果再还手 就会准备还击 回应的强度 以至毁灭性 是更加厉害的 还说 已经瞄准了 美国 即是 100个目标 如果真的还手 上来 有100个 选项可以给他 作为反击 这样说 态度好像很强硬 是否真的这样 但其实 看来 无论伊朗 那么强硬的伊朗 表面上 以至美国 都未必很想 继续令局势 就继续升温 以至失控 原因就是 听伊朗说完 警告美国之后 的同时 他亦都在说话 是显示 其实他不是很想 进一步 跟美国 搞下去 譬如说 今次还击 其实 根据联合国的 宪章 就进行自卫还击 这样说 并不是寻求战争 这个就是伊朗的说法 打完之后 除了警告他 不要还击之后 都说一些 平心正气的说话 这个是伊朗的说法 与此同时 美国方面 打完两个基地之后 亦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狂 尤其特朗普 并没有乱说话 反而今次 他就着这个情况 说被人袭击之后 美国基地之后 情况是怎样呢 他说 All is well so far so good 就是说 其实都一切还好 都可以 继续 OK啦 整个形势 明显没有之前那麽张狂的说法 显示美国都不是好似 亚并未 因基地被襲击而杀气腾腾 都不难理解的 伊朗为什麽不想升温 伊朗其实经济一般的 经济上没有什么条件 跟美国真的打上来 要是被美国制裁多年 百业蕭条 怎样跟美国打呢 起码没有这些经济实力 可能有个意志 有个决心 但经济实力真的撑一绝 美国又 与此同时 美国亦都未必很想 搞下去了 因爲其实 一直以特朗普此人 都是视财如命 视银 之中的钱 他一直都不想 花很多钱在军事的开支上 还有他的战略的重心 都说了是印太的 主要是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如果说拉起伊朗 对于他的整个战略部署 都不是很配合的 所以整个情况 美国和伊朗 未看的情况 都不想越搞越僵 最后的发展会怎样呢 其实关键就是 这次攻击之后 会不会死了很多人呢 如果死了很多人呢 美国可能都被逼 可能又要做些事了 现在初播看 伊朗的电视台 就说死了很多人了 80个美国士兵 就死亡了 食星机又被毁 大量军事撤施 是破坏的 就是作为 就和国民交代 但美国方面 刚才说了 特朗普就说 现在还没有很高兴 到我进来做节目这一刻 都没有说到整个 集击里面美国 士兵有死多少人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假设 美国方面的信息 暂时不是很大件事 起码特朗普的信息 至于是 这次的集击 没什么死人呢 很有可能 就会 承认局势降温 事实上 在金融市场 反应也明显 比起初降温了很多 这就是旗游的表现 曾经冲到65斤回来 长手 倒转随头走势 显示高位 枯顏不少 不是很害怕 尤其是进一步冲上去 与此同时 十年期的国际知识 也是类似有势 长脚的陀螺 之后低位大幅反弹 亦显示 避险需求 过了一阵之后 明显就萎缩了 黄金一样 都是由高位明显回软 由1611到1586 这刻看到 明显就高位回落回来 所以 金融市场好像都觉得 不是谈 进一步升温的可能性 都不是很大 所以这情况之下 估计 恒生指数 再大跌的可能性 就未必很大 现在局势可能估计 持续紧张 但相信 再来一拳我一脚 大打出手的可能性 打到来的可能性 就不是太大 所以 恒生指数 估计 这条250,000线左右 昨天节目也提过 27,500线左右 应该有不足的支持 这刻看来 大幅跌出的可能性 就不太大 好了 时间关系 跟分析大致这么多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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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